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利益必须是消费者 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客人 其实当初的我进入这个行业真的只是为了三餐温饱 我五岁就没父亲了 所以就九岁就出来摆地摊 正式接触鞋业就大概是十八岁 因为那时候刚好鞋场鞋店需要人 然后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了大概六年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 那结果六年后 私人问题离开了公司 然后就开鞋场 也还没有开鞋店 因为鞋钱毕竟资金比较大 做了鞋场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 就想到说 反正我懂做鞋子 我懂市场什么卖 然后就自己这样子去开了第一家鞋店 一开始肯定没有资源 也没有很好的人才加入 资金上也缺乏 也没有消费者的认同 也没有合作伙伴 GST 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零售业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那我们也挨过 挨过之后 我觉得我们更加强壮了 就是说更加的认识这个市场 马来西亚有3300万人口 我们一年也接近差不多 将近200万双 我们公司里面都是以团队精神 这个是很肯定的 因为我们也把它规划成有9个部门 然后每个部门是独立行事 为了更快地去执行行政上的工作 而不是一人独大 然后全部要等那个人做决定 那整个行政的运作就拖得太慢了 这样我们有独立部门 这样独立他知道他自己的责任 他要带的团队 然后每个都是所谓的 他很专注在他的部门 然后把全部部门集合起来 公司得到任何的荣誉 这个荣誉都是归所有的同事 而不是说我老板个人 因为公司的规模不再是说老板一个人能去运作承担 你要强大 你必须是一个团队 我们已经在市场17年了 明年将要迈入第18年 希望能达到这个高点吧 我还是保持住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 然后就上班 然后可能就投入在工作时间 就到晚上9点10点 是每一天 这个需要坚持啊 有时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比人家有多一分的坚持 来客人的选择 我帮您欣赏 我帮您留下 created